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离我们的目标越来越近 又能够重新回到八强 心里面真的是 对 很感慨啊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感想 对 我想 对啊 我相信 球员心里头最清楚啦 对 这一趟路真的走得很远 第一场比赛 以2比1险上了南韩队之后 中华女足面对地主俄罗斯 又以1比0拿下了 预赛的二连胜 比较积分之后 中华队确定提前攻上了 分组第一 回为八年后 再度晋级到八强 中华队在预赛 还有最后一场比赛 将在台湾时间10号的凌晨 出战南非